将军百战 后达18页的英文报告在10号寄出 标题写着台湾总统大选选情紧绷电燃危机 仔细看旁边署名的正式外资李昂证券 台湾研究部主管苏廷汉 而研究内容更是对政坛投下一颗震撼弹 报告指出李昂针对2012年总统大选所做的分析研究 结果显示选情比想象中更激烈 研究结果大胆预测 范略阵营很可能会在明年总统跟立委选举中获得全胜 尽管这个结果对投资市场影响不大 但金融观光地产业还是有风险 投资人应该要着眼在电信跟消费内需上 会选情冲刺 总统马英九一票都不放过 并在国父一项面前信心喊话 不过根据李昂和盖洛普所做的民调 原本预测马英九的支持率32.4% 蔡英文25.6% 两个人距离还有6.8个百分点 但经过性别年龄和隐性选民的权重计算后 马英九增加为44.2% 蔡英文更上升到43.1% 两人相差只有1.1个百分点 消息一出立刻撼动政商圈 我们家引用一个民调 我们看到如果你上网的话 你会习惯上Google Google的入门网在里面 它会有一个热门搜寻关键字 我们最近注意到说 未来事件交易所在这一两个礼拜里面 它都一直排在它的这个名单里面 很特别的是我们知道过去这种 除非非常热门的事件 你只会在这样的热门关键字里面 待一天两天 但是未来事件交易所 已经在这边待了一个多礼拜 而且它的比例 那它在这里说 热门的程度呢 是不断的往上攀升 那这个契平 所以我们看到了 表示什么 大家越来越关心选举了 大家想要主动来表达自己 对于这个选举的预测 而按照未来事件交易所的评估 马英九单西北 就是桃竹苗以北 以南全部都变绿地了 当初民进党的口号是 不能让马英九跨过左水溪 这是民进党的口号 对 但2008年马英九 是成功突破了左水溪防线 打破了左水溪的 所以这一次 本来民进党就说 不能让马英九跨过左水溪 然后把决战放在 这个就这里 左水溪这里大台中 就没想到未来事件交易所 目前的趋势是 居然现在已经防线到了大安息了 为什么到大安息呢 现在大台中 彰化已经在未来事件交易所里面 已经翻盘了 就是蔡英文居然在决战中台湾中 已经获胜了 现在大安息以南 只剩下一个地方 就是南投 马英九还领先的 而且注意大台中 彰化 嘉义市 澎湖 这些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就这些四个执政的县市 全部都翻盘了 好 这是第一个危机 就说现在已经决战点到大安息了 这边只剩下南投一个独立的山头了 胡志昂领的地方都输了 胡志昂领的地方都输了 在以未来事件交易所来都输了 只剩下独立山头 就是南投一个小山头存在 好 那大安息防线 防得住防不住 结果蔡英文现在就是这个野心勃勃了 他现在居然要把大安息防线再往前推 这四天蔡英文都在干什么事情 他这四天全部都在陶珠苗 跑客家乡亲票 特家乡亲票 也就是说他不以 台中已经这边已经获胜为 他已经深入蓝营的大本营去拔装了 所以这四天他在陶珠苗活动 他的民调居然也就在这四天 慢慢的往上升 是不是代表说他在陶珠苗四天的活动 产生了效益 所以现在选战的这个消长 从这个图里面就看得蛮清楚的 好 那你可以感觉到说蔡英文 现在不断的在针对马英九阵营 在进行一个拔装的动作 我们知道客家票分成南克跟北克 在南部的客家票里面 包括高雄 屏东 这个过去是民进党绿营的票仓 可是你进到了陶珠苗 在总统大选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里面 过去都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占有绝对的优势 难道现在在这个地方都可能翻盘吗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 一个媒体所做的民调里面 在陶珠苗 蔡英文是以每天一个百分点的支持率 在成长当中 如果我们熟悉民调的话 一天一个百分点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好 我们再回来看看这是Google的首页 我个人是每天我一定要看这个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可以给我一个参考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最关心什么 从他最关心什么就可以知道 从热门关键搜寻字可以了解年轻人的异象的走向 那这个蔡英文你是未来世界交易所的负责人 我们看到点阅率一天比一天高 而且在这个里面已经待了六七天了 现在你们的等于说整个流量有非常明显的增加吗 我想确实没有错 事实上我们从昨天下午六点到今天的下午五点 整个这个机器是当掉的 因为整个那个点阅率的相当高 我们原来系统规划并没有那么大 因为毕竟这个整个交易所过去呢 大概一天大概两三千人进来 但现在呢大概一天要将近两万人 那甚至呢还在持续增加 它那个成长率呢大概百分之七十八十在成长 所以我们后来就没办法 所以只好关掉这个交易所 赶快做内部的一些城市的修补 所以我想这第一个呢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这个情况是在去年的五都 11月26号才发生的一个这个交易的一个数量 结果现在呢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发生了 那么事实上跟这个整个网路的一个资讯的发达 非常有很大的关系 很多年轻人呢非常关心这次的选举 目前年轻人他的失业率呢高达12.8% 所以呢这个对于年轻人未来的一个选择呢 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我想这一次的选举呢 应该在这个年轻人参与度上面会越来越高 好那郑元按照你们现在所做的调查 你们也跟着各个县市 按照现在未来事件交易所你们所做的评估 真的马英九只剩一下桃竹苗以北的地区 等于说大台中地区以南都变成绿营的这个优势了吗 我想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楚 在过去2008年的时候呢 那么马总统他在全台湾有13个县市 他得票率呢超过60% 结果这一次的这个选举的预测呢 他只剩下大概有六个县市 五个县市他的一个得票率呢会超过60% 那所以整个北部地区呢原来是深蓝 就现在变成是一个浅蓝的一个状况 所以很多地方本来60%以上得票率 现在变成说是浅蓝 那目前我们看到说只有在苗栗 在新竹在这个金门跟连江 他得票率呢依然会超过60% 其他地方的话像北部 比如说台北市来讲 他得票率呢大概会剩下55%左右 你台北市怎样55% 那么新北市更惊人 新北市目前他跟蔡英文的差距 只有领先一个百分点 0.1个百分点 那么所以呢这个全国最大的票仓 居然会有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台中市 这个嘉义市 那么以及包括说澎湖 以及这个另外一个县市呢 有四个县市 他原来执政的 现在完全变成是整个这个民进党 他掌握了一个优先的一个形式 那个就是彰化县 但民进党他执政的县市里面呢 有五个执政县市 他的得票率呢会超过60% 所以在南部地区呢他会大胜 在这个宜蘭地区 他的得票率将近60% 59点多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一次民进党他在执政的县市里面呢 非常清楚的会有大胜 那在其他地区呢 他得票率普遍会有成长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说 这一次为什么会从左水溪 不断地在往北来移动 就是说整个这个民怨呢 大部分发现出来 他认为说马中午过去三年执政 没有照顾到他们 所以这个整个形势呢 对马中午来讲并不是太有利 好那创下 现在马正英真的会非常担心说 他有可能变成了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第一个不能连任的总统吗 这对马英九来讲是非常难堪 所以他们内部呢非常焦虑 为什么焦虑呢 因为真的有可能 他是第一个不能连任的总统 你看蒋介石呢 当了多久 我们小时候都知道 蒋介石第一任 第二任余佑任 第三任吴三连 第四任赵元任 第五任赵立连 接下来第六任呢 还是原家干嘛 蒋经国 蒋经国干到死啊 那李登辉呢 虽然他只选一次 可是那一次 有郝伯春有林阳岗 有陈女安 我照样连任 连马英九最看不起 一辈子看不起的 陈水扁 也一样连任了 干到这么烂 所以马英九呢 他既难可能 在这个阶段里面 可不可以不能连任 都焦虑到什么程度呢 不止他的幕僚里面 触手无策 看到怎么这样 连我们知道 是说老妈妈 勤后修 最近呢 晚上呢 会看各种争论节目 看人家会大叔打电话 给他的姐妹淘啊 或什么的 你们能帮帮帮 我们一家英九啊 拜托一下 连周美清 这么的专心公益的人 也听说 他开始在看 争论节目 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看到说 马英九这种焦虑 他家人的焦虑 第一个不能连任的总统 将是马英九 好 我们知道在南明的时候呢 浮王镇守南京城 当然他清兵都已经 打到城墙的时候呢 所有的大臣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家来讨论说 现在的战略到底怎么样 现在下一步知道怎么样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就被人家攻城了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